台北市联合医院和新北市的三重联衣 都有中院患者事后才被验出确诊 现在卫生局证实在北市的另外一个院区 也有类似状况 有民众向平原媒体爆料 北市联衣某院区5月12号 一名外科患者进行手术 但手术后患者血氧浓度不正常 照了X光才发现已经肺炎 赶紧裁检确诊 对此北市卫生局长证实此事 确实在联衣另一个院区发生 而也有一名确诊男子 5月11号到三重联衣挂急诊 住进普通病房 但5月12号医护人员查房时 听到家属告知患者到过万华 还有小孩说了一句 家里阿姨在查试工作 医护人员吓了一跳 赶紧裁检 揪出确诊 为了不让相同事件再发生 指挥中心寄出新措施 住院的病人也建议医院 还是尽可能的先裁检 确定没有问题以后 才让病人住院 先筛检确认阴性没问题 才能住院 但有民众发文抱怨 原本预约安排福大医院住院 进行肾结石手术 却接到福大医院的通知 现在住院要做新冠肺炎的筛检 竟然是要自费多花五千元 对此院方表示 可能沟通有误会 对于新住院的患者 一律公费安排PCR裁检 新冠医院也同样跟进 避免新进的住院患者再有漏网之余 社区已经多点爆发 至少已经有三家医院都证实 事后才发现患者确诊 尽可能事先防堵守住医院这一块 TVBS新闻 李延志就有声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